酒精驾车的刑罚是越来越严重了 加州2007年生效的新法令规定说 未满21岁的青少年酒后驾车 血液酒精浓度如果超过了0.01 就要按试案来处理 家长因此要格外注意 未成年子女事件的严重性 一般的话按照目前现行的 加州法规里面的话 如果酒精含量超过0.08 就是属于聚酒驾车的行为 但是从2007年1月1号开始里面的话 如果你的驾驶人未满21岁 这属于minor driver 是未成年的driver里面的话 酒精含量的话变成0.01了 所以基本上你喝了半瓶的啤酒 已经是构成了醉酒驾车的行为 一旦是未成年醉酒驾车的行为的话 它会面临两种惩罚 第一种的话驾照会被吊销一年 同时的话可以面临半年以下的劳刑的惩罚 所以这种情况 如果是发生车祸里面的话 小孩子还要承担所有这方面车祸 而引致的赔偿 所以这点的话 在父母在给小孩子买车之前 必须要跟小孩子讲清楚的利害关系 拥有车是个很大的责任 所以不要因为小孩子已经是满了18岁 可以开车 就可以让他放任自由的 往往的话 如果还没完21岁 跟朋友出去喝酒 喝多了一点 或者是喝了酒 这种情况下 就可能会构成醉酒驾车的行为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